为在高雄古山区的一家日式饭团专卖店 由台日夫妻俩共同来经营 因为他们感念过去台湾对于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恩惠 现在高雄又适逢山陀而台风过后 特别举牌来为高雄加油 这样的举动是希望让民众能够体会到台日友好的象征 刚刚举起高雄加油 大家加油的自办 为每一位经过的民众加油打气 接着还要回到厨房内帮忙捏饭团 山陀的台风过后 位于高雄的一家日式饭团专卖店 也因为这样的举动 让顾客及员工相当感动 我觉得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友谊是很长久的 所以也是互相激励 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正向朋友 一定要的 他跟我们不同国家但是一样的心 台湾跟日本我们311的时候就我们开始在台湾或者是在日本有灾害的时候 我们就互相帮忙就是长期以来犹豫的存在 我们从2月开店到现在7月经过一个最大的台风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所有的家具所有的产品很多都受损 所以他在第二次这一次台风要来之前他就很警觉 他就先把所有的家具都提高 用椅子把它垫高 所以这次我们损失就没有那么大 在日本新系居住30多年的老板娘张美娟与丈夫 来到台湾饭售美味饭团及当地物产 厨房内忙进忙出老板娘员工们马不停延列饭团 从米饭到各式调味料都是特别从新系带回来的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新系的民产 我们开这个店本身就是台日交流 因为我们我本身在新系这个地方住了34年 那我知道他们东西都很好 他们旅游也很景点也很多 可是台湾的旅行 他们乡下人比较不懂得行销 所以大家对他们很陌生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两个都是喜欢新系也喜欢台湾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做好两地的交流 前代看板与饭团建立台日两地的桥梁 前半台湾与日本的大众都能看见彼此的美好 这是饭团专卖店用简单却温暖的举动 也让台湾与日本的情谊能够长久交流 人心王商与高雄赛方报导 那我们下来访意见到台湾的料理 但是呢我们下来点个人的赛方案